台湾史邦春凤 他们就组了一个叫做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当时的处理委员会有分成两级 一级就是省这一级的 虽然台湾是省这一级的 那么他们当时开会都在中山堂 原来的工会堂 当时本来也派过我们的官员参加 当时就跟民众说 说现在事情闹这么大 大家不要暴动 赶快放下武器 里面有话好讲 有任何意见 透过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来表达 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其实原先也只是要做一个善后处理而已 当时大家开会 今天事情之所以会冲突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一年四个月来 政治太坏 经济太坏 各方面太坏 所以必须要全面改革 当年那种是真漂亮的 好 我就说好好好 真的是要改革 你们透过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反映给我 感觉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他也聚了 你说那你必须要 真的要改革 你改革的话 我才能够叫这些拿武器 对抗人放下武器 我们就发现一个三角关系 单一 跟武装抗争路线的人 跟他这个协商路线 也就是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这个三角关系 那这个武装这边的人 就是用透过武装跟你反抗 然后希望你改变 那这边呢 这边呢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认识 等于是用武装抗争路线做一个筹码 然后呢 希望陈宇可以改革 这样好像有白脸黑脸 或者说有这个不同路线 但是事实上最后都输给陈宇 为什么 陈宇他在里面应用 应用这个打这个 应用这个打这个 然后呢 事实上一个在这个时候 已经向中央行动 对 这真是必要 这个如果说就刚刚那个路线 这样来看 其实我们了解 这个其实3月1号之后 差不多到3月8号 是21次登陆 其实没有几天的骚动 其实就告一个段落 所以刚刚其实小王提到说 其实那真正武斗 也并不是说 哇 大家真是 真是 全面风起 要跟这 其实没有 全面跟政府对决 其实也不是 这时候其实事实上是很多人 因为一发生这种骚动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很多地方的公务人员 甚至警察都说照照片 照片 其实反而 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学生军队 事实上其实他是 反而是要出来帮忙 维持秩序 维持秩序 对 其实有时候还甚至去保护外省 因为当时我们不能火认 确实有些外省变成出气筒 没错 我们说事情不能偏一边 那个 开始开始 譬如说2月2月3月1月1月1日 说我们是起来反对这个贪污 我们要求政治改革 但是你不用随便打外省人 这个是两回事 所以经过228处理委员会的呼应 把外省人的事情慢慢就平静下来 就没有乱打 甚至我们就发现说 很多青年 武装青年 保护外省人 你还是集中在这里 免得发生意外 还把他保护起来 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有案可查 但是这个处理委员会 他就开始做事情 比如说陈宇说要改革 所以民间有任何意见 透过我们 我就开始开会 每天开会 去那些东山都开会 民众都来旁听 几千人在那边听 各七嘴八舌 然后就整理成42条 本来是32条 到3月7号 整理成42条 这个整个要求 很多很多内容 今天其实我们去看到内容 没什么了不起 差不多印象中的内容 大概其实也没什么 比如说当时 比如我们台湾有些军纪问题 那他们也是讲说 军队不可以随便抓人 不要引起什么武装冲突 然后他们也希望说 他们其实也不错 知道中国大陆内战 他们说你可以要台湾人当兵 但是保护台湾 不要去中国大陆打战 政治上台湾也希望说 因为要自治 所以就很希望说 要赶快不要设神符 然后可以开放选举 然后也说保障人民的什么言论 集会 解释 这都很平常的事 或者说尽量用台湾的体力 这很正常 公主人员 这过期都跟我们排除了 台湾用台湾的正常 其实这个要求没什么了不起 那后来变成叛乱的这个 这个理由呢 这个陈李很厉害 3月7号 这个福利委员会都是王天灯 这个宣传部长 他就整理了42条出来 然后霍火同这个防潮警这些人 就准备到这个去见这个陈李 结果陈李拿来 一看 他只看前沿 后面那42条 今天都没看 我看他旁边去 后来就不然大怒 就开始痛骂一顿 大家都傻眼 你不是给我们整理改革意见 怎么会这样子 很清楚 因为他其实在3月6号 就已经把台湾这个状况 跟南京讲 跟当时的蒋松正讲 谢谢大家